來給我們加持勉勵 因為我們今天請了很多 站在前排的就是這些長官貴賓 都是給我們加持 給我們這個 我跟你講到時候有很多 我剛剛講過那個 那講座就是力道 就要請他們來幫我們加持 幫我們推廣 謝謝 謝謝我們今天呢 就是正創的林農聯務 我們的動霸葉傑生理事長 還有在場包括我們動農主辦的 我們國家藝術聯盟 先是由我們陳俗榮會長 帶領著所有的藝術家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主辦 待會就是動動教育學位 就是我們的葉傑生理上 另外呢我們台北市動物園 我們剛剛有活力的陳一聰園長 帶我們動物園的時候的同仁 他在場包括蘇教授 郭教授還有王理事長 還有等等 像郭我們的蔡副書長 也是現在的 也是一個很知名的藝術家 就不一點名 不一成功所有的團體的 理事長跟代表 他們所有最敬重的所有的藝術家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這邊來恭賀也來參加 我們今天呢 這樣一個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我們單是生態之美 叫我們動物花鳥 這個部分相關的一個畫展 首先要非常感謝 大家知道今年是動物園的 一百一十週年 那從大家有覺得有去過園山嗎 我是去過了 你就知道 大家都不想舉手 因為跟年齡都沒關係 那搬過來這邊 其實也快四十年了 那大家也看到其實 動物園的觀念 也一直在改變 好像生態的保育 這邊是一個現在的社會進步 回來進步人狀的指標 但是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這些觀念對學習的書畫來講 早就是如此了 因為大家可以觀察 全世界也好 尤其在我們傳統的書畫裡面 你不然從過去到現在 基本上動物 花 都是我們很容易 在我們書畫裡面 畫畫裡面的主題 所以呢 對於生物的多樣態 以及對於動物的觀察 保育 其實早就在大家最細緻的觀察 以及大家最能夠最生動的筆觸 就可以把我們所有的動物之類 全部還有生態之類 全部展現在大家的畫作裡面 所以其實對很多在畫家來講 我相信對你來講 怎麼樣子來觀察他的很多的生物的 他的一些生命力的展現 其實對各位來說 應該都是稀鬆平常 因為如果你沒有觀察動物的 生物力 就不可能在你們畫作裡面 展現出這樣一個 讓我們看到覺得感動的感覺 所以這邊還是要感謝各位 就在葉傑生理事長 因為他讓他雙重深恨 他自己也在這邊服務過很久 當過我們動物園園長 然後呢 當然在公職的時候就認識他 就覺得他是一個點子多多的人 但是說真的 我是等到他退休之後才知道 原來他的書畫也這麼的厲害 所以他現在呢 就把他的動能轉到民間 把他過去對動物生態的關心 跟現在呢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 藝術文化的推動 做非常好的結合 而且有葉傑生動霸在 基本上來講 好像就充滿了活力 當中對不對 對 因為呢 這麼大的活力啊 他的這樣的一個 衝勁就把我們所有大家呢 可以就把它凝聚在一起 所以今天非常不容易 有120位女家 大家把你們畫作 在動物園裡面展現 也算是在110年的時候 讓我們也有一個 除了大家呢 看看動物之外 也透過各位這樣的一個畫作 讓我們感受到生態 動保跟藝術的話 我們可以同時的結合 也同時的來予以關心 跟予以的學習 再次感謝 有這麼一個很棒的活動 那等一下抱歉 因為我來了 就不去看大家的畫作 有點覺得 就來了一點 流一筆遺憾了 所以等一下講的話 是可以允許我 去欣賞大家的畫作 好不好 好 好 因為呢 我們歡迎 這個場中 就是看一下 這樣也感受一下 大家的帶給我們的 各種畫作之美 那就再次感謝大家 祝福今天活動出現成功 再次感謝我們所有的 動保藝術大使 也要感謝我們所有的主辦單位 就祝我們大家的健康平安快樂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副市長 真的能夠親自代表 那個獎官市長 那 而且他是 也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標型的 這個非常棒的長官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是個掌聲帶給我們 副市長 謝謝 謝謝